注意看,一只海豹突然探出头来,发出一阵阵的哀嚎声,原来它正在寻找生死未卜的孩子,可是外面,除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却什么也没有,它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了呢? 一只母海豹正躺在冰冷的地面上,此时它的腹部正在剧烈地蠕动,它默默地忍受着分娩的阵痛,突然,一只小海豹降生了,小家伙从温暖的子宫里来到冰冷的世界,显得有些不知所措,它本能地往妈妈身上靠近,试图争取妈妈的温暖。 刚出生的这一刻,它就要面临着艰险的挑战,巨大的温差,让它全身瞬间沾满了冰雪,这里是严寒的南极,此时的海面冰封千里,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,生存对小海豹来说,是一个巨大的挑战,更糟糕的是,刚出生的海豹还不会游泳,它无法通过潜水来逃避风雪,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,它必须由海豹妈咪来保护它,以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。 然而,此时正是南极暴风雪肆虐的季节,冰霜随时都会席卷它们的藏身之处。 没一会儿功夫,海豹宝宝身上已经结满了冰晶,它不停地向妈妈靠近,期待得到母亲的帮助。 但是,它并不知道,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面,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雪即将来临,一切都才刚刚开始,随着风力的不断升级,以及寒风的不断加剧,刚出生的小海豹,冻得瑟瑟发抖,就连酒精风霜的海豹妈妈,也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 无奈之下,海豹妈妈只好紧紧地依偎在孩子身边,试图尽可能地给它更多的温暖。 转眼之间,四天过去了,但是暴风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,经过几天的风吹雨打,小海豹身上早已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晶,它不停地用鼻子拱着地面,试图钻进水里避风,但由于太冷的原因,它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。 更糟糕的是,海豹妈妈已经忍耐到极限,它又冷又饿,现在它面临着两难抉择,要么就是回到水里自保,要么就是留下来保护孩子。 由于小海豹刚出生的十天内还不能游泳,它还不能跟随妈妈回到水里避风,可是如果海豹妈妈不回到水里,它将会被活活饿死冻死。 母子连心,此时的她非常痛苦,面临着艰难的抉择。 无奈之下,她朝天怒吼,发出一阵阵的呐喊,似乎是在诅咒这个恶劣的鬼天气。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,母海豹还是选择了离开,她一边发出哀嚎一边往水里爬去,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生死离别。 她不知道,这一去以后,能不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。 看着妈妈渐去渐远的背影,小海豹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,试图将妈妈挽留下来,然而妈妈最终还是钻进了水里,离她而去了。 失去妈妈的小海豹,伤心地趴在地上欲哭无泪,没有了妈妈的保护,她的处境愈发的困难,面临着生死未卜的未来。 孤独无助的小海豹,让人不禁为她担忧。 转眼之间,她就被冰雪覆盖了整个身体,白茫茫一片,她趴在雪地里默默地忍受着暴风雪的肆虐。 就这样,三天三夜过去了,肆虐了七天七夜的暴风雪,终于结束了。 突然,海豹妈妈从冰冻探出头来,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,她正在寻找生死未卜的孩子。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,她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。 她朝着一堆被冰雪覆盖的雪堆不停地呼叫,这会是她的孩子吗? 而接下来的一幕,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 正在这时,不远处突然传来音音的声音,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忆,原来,小海豹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 听到妈妈的声音,她兴奋地挪动着小身板,拼命地朝妈妈的方向爬去。 母子终于重逢,海豹妈妈高兴地流下了眼泪。 经过十天的风雨洗礼,小海豹终于可以回到海里了,他们都天生就会游泳,只要度过十天的成长期,就可以进入水里自由遨游。 小海豹凭借顽强的生命力,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十天,从此以后,她就可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,再也不用担心暴风雪的清洗了。 在妈妈的鼓励下,小海豹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顺利地进入了水里,尽管海水很冷,但是有妈妈的陪伴,心里永远都是冷乎乎的。